警匪追逐大马路上跑给警察追 被逮捕的嫌犯不是藏有毒品 就是破门攻坚搜出毒咖啡包 警方扑过毒品送高一检验 却发现除打包 因为高一误判申请在审的案件 总共22件 其中一名黄姓男子被判刑三个月 后来改判无罪 白白坐了89天黑牢 补偿金一天三千元 判赔26.7万 还有一名许姓男子判处一颗罚金 25天两万五 缴完罚金获赔冤判 加倍奉还一天还两千 总共补偿五万还能算利息 高一在2021年遭到提报 身为售检单位 却把三级毒品误判为二级毒品 当时解释 因为成分类似造成错判 但多件院检验毒案影响太大 三级毒品不构成刑罚 二级毒品则是构成刑事责任 等于无罪判有罪 因为检验毒品误判被以更重的罪嫌起诉或是判刑酿成冤案 目前新兴毒品层出不穷 要是类似冤狱再发生 又得要全民替政府疏失来买单 记得红夫人林智慧 高雄报道